好 那我們看正題 那個範例頁的第三題 範例頁的三 好 題目說呢 座位平均上面兩個直線 L1 跟 L2 都給你了 那麼他說他的夾角是60度 求 K 是多少 那這個還是老話一句 我們要記下來 就是 只要求兩條直線的那個夾角 一定跟誰有關 跟他的髮項鍊有關 這個我講過為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把自己寫下去 就是 cos 系他要等什麼東西 應該等於這個 不好意思 N1 的向量長度 乘上N 部向量長度 分之 N1 都得 N 柱 不要準公式 所以呢就帶進去算就可以穿輸完 所以cos 就是杜能力 這個 前面這係數的 E 壓 其實是什麼 就是 L1 的髮項鍊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知道說 N1 其實就是多少 E 然後呢 N2 第二個那個向量就是多少 E K 好 帶進去就可以 所以等於 K 都要等於 更號二 這乘得更號二 乘上 這個呢就是 K 平方加一 分之 內積乘下 就變成 E 加 K 好 當然你要記住喔 最後要加什麼東西 最後要加一個正負 這一小七要加正負才對 回來齁 知道我們加正負嗎 因為你的線面其實會有兩個角度 會有這個 就是你會有兩個角度 對角線嗎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裡落 60 度的話 我講出來 這裡落 60 度的話 這個角度就是 120 度 對不對 所以你口算地上其實會有兩個結果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假設這條線已經固定的話 這條線假設已經固定了啦 那另外一條線有可能是這樣子啦 這樣 60 度嘛 可是有可能是這樣子的啦 60 度嘛 所以兩個 兩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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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種可能 聽懂我講的意思 所以你這邊要加個正負喔 再小心 然後接下來怎麼辦 就兩邊同時的平方就好 因為第一個有個正負 然後又有根號的問題 所以兩邊同時的平方 那口算 60 度好 只要 60 度 就是 1 2 所以平方變成 1 4 等於下面的平方等於 2 乘上 k 乘1 因為這平方就變 2 嘛 對不對 這平方變成它嘛 這個就變成怎麼形 k 加 1 平方 啊正負就不需要弄到它了 為什麼 因為平方都已經變正負 然後下面怎麼辦 就交到這樣乘 慢慢算出來 會啦 當然這個可以進行約分 2 乘開 所以變成了 k 乘1 會等於 4k 乘2 加 4 好 把一過來 所以平方就等於 3k 乘2 乘2 乘3 乘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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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1 乘2 乘2 乘3 乘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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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平方加4K 诶?数据错吗? K平方加2K加1 好,121啊 加1等于K大几个,两个吧 所以2的3 对,他没错啦 所以他出来了K等于2a分之-b 加减根号b平方-4a 后来,他就等于2分之-4 加减根号12 那这个4,12a提出来的4,变成2 所以他就变成-2加减根号3 所以K有两个答案 -2加根号3跟-2-根号3 这样子,后来 好